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8日通电话 这是俄乌战事爆发三周以来两人首度通话 普萨基指出这是持续努力保持美中两国之间公开沟通的一部分 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应对两国之间的竞争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据LA Times3月16日的报道 一群民主党州议员周三呼吁 向加州每位纳税人提供400美元总规模达90亿美元的退税 以帮助缓解最近汽油价格飙升带来的冲击 议员们在给州长纽森、议会议长安东尼·兰登 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托尼·阿特金斯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多数车辆一年大概需要加油52次 每加轮汽油有51美元的燃油税 尼义中的400美元退税将覆盖这部分成本 大家认为退税是一个比暂停燃油税更好的方法 后者将严重影响重要交通项目的资金 且并不能保证石油公司会让利于消费者 这项提案应该被视为将于春末开始的州预算谈判的一部分 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市中心3月17日凌晨突发五级大火 约有五人受轻伤 消防局出动数十辆消防车 200名消防员到场 封锁了从39大道至凯辛纳大道之间的缅接路段 以及从王子街至有连接的罗斯福大道路段 火灾波及缅接40大道以及罗斯福大道一带的众多华人商户 不少商家表示损失惨重 警方表示 期货点疑似缅接小商场里的e-scooter商店 可能是电单车锂电池爆炸引起 火灾原因还有待继续调查 加拿大联邦政府3月17日宣布 自今年4月1日起 联邦政府将取消对全城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旅行者 在入境前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要求 联邦卫生部长杜克洛表示 完成疫苗接种的旅客在抵达加拿大时 仍会接受随机检测 但在等待结果前不需要进行隔离 对于没有接种疫苗的旅客在抵达加国时 即8天后需进行病毒检测 并需要进行14天隔离 所有旅客无论疫苗接种情况 都必须在进入加国前 使用加拿大政府的入境加拿大应用程序 输入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和其他所需信息 3月17日 日本攻城县 地震导致一列新干线列车脱轨 福岛县附近海域当地时间 16日23时34分和23时36分相继发生两次地震 震级分别达到6.1级和7.4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日上午在国会说 目前共有4人死亡 97人受伤 受地震影响 包括索尼在内的日本多家工业和制造业企业 在当地的工厂暂停生产或部分停产 在当地的工厂暂停生产